接著來看看過年政治人物他們做什麼呢 蔡英文他今天沒有行程 但是大年初一到初五 總共排了28個 真的是滿滿滿的 好 那麼他團圓飯呢 他是說像米粉 烏魚子通通都有 可是呢 吃到後來 因為剩菜實在是太多了 最後他最喜歡的年菜竟然是白吐司 我是蔡英文 這是蔡香香 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不要發財 沒有 沒有 特詞才講完 蔡香香立刻掙扎跳開 為了錄這一段十秒鐘的畫面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使出渾身解數 要姿勢好看 新春快樂 不行 好 好 你看不行了 好聲好氣拜託 但首度面對鏡頭的蔡香香 很有主見 不甘受控制 其實他原本是2012年 蘇拉颱風的受災貓 輾轉被蔡英文收養 我小時候常常手上就抱著一隻貓 走來走去 從小就是貓奴 還有個小名叫貓咪可 小時候的回憶也少不了每年除夕和家人圍爐 那不是我下廚 那是我嫂嫂下廚 我家裡的嫂嫂 是醫生不太會做菜 我實在不應該這樣卸大陀融爐 太熱 然後把這個飯糰放一些就好 怎麼好意思說別人呢 一道簡單的炒香菇 都讓蔡英文手忙攪亂 幸好蔡家年夜飯不用塌下廚 桌上佳肴炒米粉烏魚子 不過最好吃的是 到了初二初三初四就開始吃剩菜了 那到了初五呢 我覺得簽下最好吃的一個東西 就是白土屍麵包 幸好今年不用吃剩菜了 相較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還不明朗 蔡英文春節初一到初五 一共二十八個行程 北中南東走透透 搶先踏上2016最後一里路